中甲第17轮,今天是第二比赛日 四场比赛,辽宁铁人主场对广西苹果哈辽的这场比赛是最给人关注 可能因为今天晚上没有中超的比赛 这场比赛我看关注的人数是飙升 一个是因为辽宁铁人这场比赛对人的对手是有中超可能的广西苹果哈辽 第二个,就是李金宇上阵之后,第一场比赛主场是拿下了崇敬铜郎龙 大家想看看李金宇带着全新状态的辽宁铁人连续主场 能不能够把广西苹果哈辽也脆了 所以说关注度很高 但这场比赛我觉得双方一上台比赛 辽宁铁人基本上还是按照上场比赛的战术策略来应对比赛 而广西苹果哈辽这场比赛也做了充分的准备 首先上半时广西苹果哈辽在前场的控制 尤其中场的转换 这几个外援以乔瓦尼为核心的外援团队 还是打得很活 赫威尔的拉边 不断的穿插当中给辽宁铁人制造的麻烦很大 还有一点就是辽宁铁人整个上半时 后防线上是不敢大举压上 拖得比较靠后 就怕着对方转换当中打自己一个措处不及 所以说三条线拉得比较开 那么前面的队员当中 你像卡洛斯和艾尼恩 他们在进攻当中 就是人数太少 很难给对方形成连续的进攻 再一个就是经常会变成一勺打斗的局面 所以上半时打得并不好 反而广西苹果哈辽 完全占据了场上的主动 获得的射门机会也多 34分钟 两个败源 一个是乔瓦尼的先上后点 这个贺贝尔在左路跟进 这个球一垫给中路的樊超 樊超直接是破门得分 这个球的这种套路 特别像海港队 这个巴尔加斯往后点一掉 给乌里 乌里脚弓不停 顺势往中间掉 跟进的中锋 直接就古斯塔沃 就射门成功 一个套路打下来的 一个样非常好 打得很顺畅 也很快 那么广西兵华辽一本领先之后 辽宁铁人还是在继续周旋当中 但上半时 虽然拼得很凶 但是整个中场的串联 尤其是半门一域 好像前后串不起来 杨健也不敢向前 那么经过中场休息的调整之后的辽宁队 好像忽然间变了一个队 那么首先就是进攻当中 改于压上 第二个就是也是落后的原因 这么多主场球迷的这种加油助威 球队还是想拿分 甚至是想取胜的 所以说整个后方线也往线提 在进攻当中 三条线保持的很紧速的情况下 中场已经提到了 接近中圈湖的位置了 这么一提的话 那么中场的队员 尤其下半场换场场的桂子涵 他们就可以大胆的向前 沿着左路在边路形成套边 这种机会 而右边当中 因为后面的队员也能跟进 包括中间的队员杨健和帮门运去侧影 所以安言这个点 就是不断的给对方形成压力 而且安言这个点的突破当中 吸引对方防守的同时 内切也能形成打门 所以说你看下半是辽宁队 不断的在前场左右两边开攻 尤其右路连续由安言和卡罗斯 形成了连续的三次射门 虽然都没进 但是颇具威胁 也就是不断的施压当中 左边不亮 右边亮 就是这样 右边不亮 左边亮 两边不断的打的时候 总会获得好机会 你看在第65分钟的时候 卡罗斯的进球 那就是这个左路 是贵子涵的传球 你看卡罗斯 那球拿球之后呢 一个摆脱 然后就打门成功 这第二次的进攻当中 也是这个左路队 左路的进攻 是半门玉玉的传球 半门玉玉传球 他跟进 直接这个一式 摆脱打门成功 所以这两个进球 都是左路打开的 但是右路今天呢 其实给对方的压力更大 两个球之后 辽宁队的士气大增 前后场队员跑动也更为积极 也是因为广西兵夸辽 突然间就蒙起来了 这个感觉好像又是熟悉的味道 就是比赛达到了这个70分钟左右 感觉自己啊 又要崩盘了 因为这个第一个踢出之后啊 其实广西兵夸辽也正开始反扑了 这个打得也很快 但是加不住辽宁队啊 前场这种给对方的压力比较大 他呢这个后防线也不敢往上顶 加上你看中场休息的时候 这个换人呢 这个山崩飞受伤 那么球队呢 这个后场啊 本身就有问题 而且呢 在之前当中的时候 已经领略到了 卡洛斯米卡尔杜了 这个点得有人盯 所以说你看 你包括这个 劳里斯他们 都不敢轻易地往上上 那么前场的后后场队员 也出现了问题 就拉得太开 那么进攻当中呢 其实效率并不高 获得了不少的射门机会 但是呢 就是都是在对方 这种封堵这情况下的射门 并没有打到门框之内 所以这个 你看广西兵夸辽 始终这种状态下 结果辽宁队第二个进球 82分钟吧 这个左路啊 这个帮门域的助攻之后 卡洛斯米卡尔杜之后啊 其实对方 再扑得很 那辽宁队呢 那时候已经是气势起来了 所以中场的这种 反遏制 做得非常的勇猛 因为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所以辽宁队后面呢 迅速的这种换人调整啊 也是用年轻的这种力量 包括这个刘子明他们上场 就加强前场的这种啊 逼巧 中场的这种拼巧 然后阻击 所以最终呢 辽宁队呢 也是非常精险 拿下比赛 但是呢 也让辽宁队 对现在的球队的这种人员配备啊 如何去好好地驾驭 现在的这些人马 怎么能够从开场就把比赛打好 现在是李静宇需要解决的问题 总是开场阶段呢 打的这个不是很带路子 节奏也不够快 给对方的架迫呢 也不够 反而呢 打着打着呢 在被迫情况下呢 球队才能够把气整体提上来 这是辽宁队需要解决的问题 那么今天呢 另外的比赛当中 延绵龙顶啊 在主场 一比一呢 是与无锡无钩占平了 颜面龙顶 在这个72分钟 靠一卧的这个点球啊 才扳回一分 而无锡无钩方面的进球呢 也是来自于球队在下窗 新引进的这个外援 乔尔啊 诺布尔的这个投球 然后这个 接队友的这种传球啊 这个冲击力很强 然后顶尽一球 无锡无钩呢 这段时间挺猛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抢分呢 还是不够快 然后前面的这个 佛战男士他们啊 这个分差还不小 然后 但是这场比赛呢 起码又让他拿分了 但是连续四个主场 这是第二主场作战的 延绵龙顶啊 从绿尔当中 现在好像还没赢过球呢 这又是一场平局 那么球队基本上 现在是四负两平啊 延边龙顶 似乎有点 这个逐渐逐渐的下去了 这个还不如 金风吉代的时候 那只延边龙顶了 是不是 另外呢 大家比较关注的 今天比赛呢 就是刚刚换帅的 十二号功夫 在主场与广州的比赛 最终十二号功夫啊 一比零是战胜了广州队 那么凭借的是这个张辰良 队长张辰良 这个后卫啊 也是在这个角球当中 接汪松的这种传球 后排插上 冲顶成功 这个一比零 在随后的比赛当中啊 这是六十六分钟进球 其实后面的时候 这个梅西宝利啊 在这个反击当中 还有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可惜呢 打到门梁 这个弹了出来 没记 但总的来说 这场比赛呢 这个换帅之后的 十二号功夫呢 这个五四一的战术呢 还是很到位 首先立足于防守 第二个呢 就是在不能够 完全掌握比赛的情况下 利用这种长传冲击啊 去威胁广州队的城门 广州队呢 这场比赛呢 依旧是占据了场上的主动 控球率达到百分之 近百分之十五啊 我感觉 而且呢 也赢得了多次的射门机会 但是这个 还是啊 实际上功夫啊 这个中前场的这种逼抢 包括这个中后场的这种风堵 让这个广州队的很多的射门 基本上都是这个无功而返 打到门框之内的都了了无几 也让这个 这个广州队好像有点 就始终没有办法 在这个和对方周选当中 而我觉得实际上功夫呢 流程带队呢 确实很不错 那一下子解决了球队 好像是五轮不胜的这种局面呢 是六轮不胜的 因为在之前实际上功夫啊 你看从打这个 云南预论开始 就接连的这种预料强队 打西南 打各地 就是连续的输球 也让这个 四月份啊 那段时间 刚刚建立起的一些这种优势 包括这个 那个杨格维奇 刚上刚来到队里之后的 那一波连胜 瞬间化为乌有 是吧 那么球队的问题 我觉得不仅仅是 说在杨格维奇和管理层上面 这个用人的策略各方面 杨格维奇呢 始终我觉得没有很好的 对临场的这种 调配当中 做到位 你看啊 流程如果始终带队的话 我觉得球队的成绩 可能比现在 至强不差 之前这个三轮 带着球队呢 拿了两胜一瓶 那这个平稳过渡 交给了杨格维奇 杨格维奇带队 这个 一路下滑下去了啊 他这个可以接了回来 那么现在呢 实际上功夫呢 我觉得最多做的 还是靠内谷把钱 那么球队新来的半员 埃里克斯在签上 有冲击力 但我觉得他和阿维约 包括保利尼奥啊 这个 他们这个 和梅西保利之间的 这种整体的 这种捏合当中 还是欠了点火候 因为都没有一个 特别擅长拿球的队员 更多的 我觉得埃里克斯需要 做这个 左右拿球 中间去这个串联的 这个人 他能够和汪松 更好的配合吗 即看看球队啊 这场比赛啊 就是能够赢下来 还是球队在主场啊 这个反复冲击当中 打得比较坚决 第二个呢 就是还是在中后场 整体的防守 一层一层的防守当中 跟这个广州队 拼得比较凶 让广州队 确实 这个完全被遏制了 几个出球点呢 也打得非常的不流畅 最终 广州队是比较遗憾 他实际上的功夫呢 是止住了下跌的这种趋势 那么也让球队呢 稳定在了这个 六七名的这个位置上 今天晚上 还有一场比赛呢 就是佛战男师 主场1比1 和青岛红师 两师相争 握手言和 但是呢 场面上一点不和解啊 这个拼得很凶 打得很猛 两个球队 其实是一场苦战 本身呢 佛山天气 我觉得就会很闷热 我看队员的场上表现 咱们在现场啊 已经能感觉到这种闷热啊 那种湿热的那种感觉 尤其青岛红师的队员 我觉得极其的这种不适应 所以说打得非常的艰苦 佛山男师的队员 你看在场上 这个拼劲很足啊 这个冲起来 真是不要命啊 看出来这个球队 这段时间呢 是在启示的状态 连续的这个赢球 这个分叉呢 也拉上来了 球队现在呢 应该也是就拿到了 这个18个积分 首先一点的这场比赛 我觉得最大的转折点呢 是在下半时 青岛红师的那个 尼奥霜被罚下之后 青岛红师的整个战略呢 就彻底被打破了 其实你说一开场 15分钟 这个萨诺哥的 进区地的那个侧钩 打的是挺漂亮 而且那个球进了之后呢 一下子让青岛红师的 士气起来了 在这么艰难的天气下 球队呢 竟然这么快的打开了僵局 所以这球队呢 打的是挺勇猛的 而随后呢 这一决断呢 就是佛山男师呢 为什么呢 就是也想反扑 所以两方呢 这个机会啊都挺多 两方啊 这个攻防节度很快 但我就觉得 还是球员个人能力的问题 面上看的都挺好 但最后的这一传 和最后这一射 就看出身价来了 还是差了不少 一直到了60分钟 这个佛山男师 新来的外员啊 这个福尔特斯 是终于是进球了 那个球啊 也是他非常好的身体 这个冲顶成功 其实福尔特斯呢 来到球地之后 明显让球地的 前场进攻当中 有了这一个支点 同时呢 他这种突击啊 这种冲击力呢 也很猛 你包括后面的 那个阵球 他罚的也是 极具威胁 很有力量啊 就是打的稍有点正 让门将没收了 但总的来说 佛山男师这场比赛呢 占据了场上的主动 也是因为多打一人 所以因为少了 一个人之后呢 整个青岛红石的战略 打法就变成了 守着一分 所以说一直在守 这个开始上 是想守胜 胜起来啊 但是60分钟 球队的战术策略 就变成 要守这个一场平局 这场比赛的那个主裁判 我要没记错的话 这场比赛是那个王健 就5月4号 吹大年克广州 那样比赛的裁判 这个裁判 这场比赛吹的 你看啊 这个控场能力 还是不行 就他呀 总是很多事 过分的自信 对场上的形式呢 包括和球员的交流 和教练啊 场边的人员的交流啊 缺乏这个沟通的这种技巧 有的时候啊 就上来的那个横劲 是谁都不认 其实你这个 多听听耳机里啊 大家别人给你的声音 第二个呢 我觉得可以虚心听取一下 你的沟通的方式很重要 有的时候啊 横 并不解决问题 反而激化矛盾 好吧 这个17轮的比赛呢 今天就全部结束了 但是中假啊 现在来看 这个瞬间当中 让这个冲超保级形式 都在这个暗流有动 而且现在来看 冲超这一块啊 这个局势变化比较大